2014年1月12日 正值隆冬 天气十分寒冷 晚上快22点时后 街面上已没什么行人 湖北省洪安县的一名中学生小邝 下晚自习回家 要穿过一条小巷 结果刚进巷口 就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晚上我下晚自习的时候 回家 看到路上有一个女的 躺在地上 满身都是雪 赶到现场的侦察员发现 倒地的女子已经死亡 这是一名年约30岁的年轻女子 刘长发 上身穿黑色羽绒服 下身着黑色长裤 法医鉴定认为 这名女子刚刚死亡不久 死亡时间就是当时那时十几分钟左右 应该就是晚上十两钟左右 那现场的那个血迹还是新鲜的 该女子是被人用匕首类锐气刺死的 致命的一刀位于颈部 那一刀伤口深达十几厘米 侦察员发现 现场地面上流有大量的血迹 血迹成点滴状分布 由死者倒地的地方 一直往巷子里延伸 长达29米 经检验 这些血迹都是死者的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深夜 一名女子倒在一条小巷子里 在她身后留下了一条长达29米的血迹 这里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在这条29米长血迹的背后 到底发生过什么 是谁夺去了这名年轻女子的生命呢 死者的身份很快被查清 她叫李霞 洪安本地人 今年33岁 是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那她因何在一个隆冬的夜晚 被人杀害在这条小巷子里呢 我兄弟没办法活的 李霞已婚 有一名五岁多的儿子 案发当天 儿子在李霞父母家玩 据李霞的父母说 案发前一个多小时 李霞打来电话 说22点左右来接儿子回家 可时间过了22点 李霞并没有出现在父母家 反倒是楼下传来了嘈杂的声音 一听说死者是个女的 李霞的父亲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她赶紧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她是关给我接我的电话 一关一接电话我就紧张起来了 经父母辨认 倒在小巷子里的年轻女子正是李霞 画面中的这个小巷子就是案发现场 穿过小巷子右拐 就是李霞父母的家 小巷子里李霞父母的家只有四五十米远 而这最后的四五十米 长了世界上最长的距离 让李霞和亲人阴阳相隔 再也无法相见 那前往父母家接儿子的李霞 在离父母家四五十米远的地方 到底遇到了什么 以至于被人刺中颈部 留下一条二十九米长血迹后 倒地身亡呢 在案发现场 警察发现了一把水果刀 这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 刀刃上沾有血迹 经检验 刀刃上的血迹是李霞的 侦察员推测 这把水果刀应该就是杀害李霞的凶器 技术人员对这把水果刀进行了检验 没有发现行凶者的指纹等痕迹物证 侦察员分析 行凶者应该是戴着手套作案 戴手套 有备而来 还一刀之命 那这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凶者 他的动机何在 案发现场有一条水沟 在水沟里 侦察员发现了一节背包带 在带金属环这端 侦察员发现一些不规则的线头 侦察员分析 这节背包带 应该是被人从背包上用力扯下来的 在发现那节背包带旁边 侦察员还发现了一个梅花状的金属物质 像是背包上的挂件 经理侠家人辨认 这节背包带和梅花状金属挂件都是李侠背包上的 可在现场 侦察员并没有找到李侠的背包 背包带被扯断 背包被拿走 侦察员分析 行凶者可能是冲着李侠的背包而来的 可通过调查 李侠当天的背包里并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平时也没何人发生过矛盾冲突 侦察员认为 这应当只是一起突发的抢劫杀人案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主要还是倾向于就是说抢劫杀人 一少年承认是真凶 网吧监控藏有玄机 类似的案件连续发生 我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他就拿着刀对着我 真凶是否另有其人 应该是同一个人所做案 穿透黑夜的眼睛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案件的性质可以初步确定 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 但是由于案发地点比较偏僻 而且是在户外 既没有目击证人 也没有监控探头 唯一的物证是一把水果刀 但是显然凶手戴了手套 这把刀上没有留下指纹 可以说这是一起无头案 那侦察员该怎么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呢 案子没有头绪 侦察员只得围绕案发现场展开排查 希望能够发现蛛丝马迹 几天后一条线索反映了上来 当地一位名叫李勇的小伙子 曾扬言要去抢劫 并且案发当晚 有人看见他在现场附近出现过 他这个符合我们那个作案条件的 然后我们就把他挖入那个对象进行调查 李勇今年只有17岁 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在家 平时喜欢上网打游戏 上网打游戏很费钱 就在案发前几天 李勇还因缺钱四处找人借 会不会是因为打游戏缺钱 李勇抢劫了李霞呢 警方找到了李勇 没想到李勇很快就承认 案子是他做的 这是警方询问李勇的监控录像 他这么问根实是这个两块还是面的面 还是背的 那里 那里 好 把脸皮了 脸皮了一刀腻的干啥呢 在那里一通 很的通还是扶着很多炸 那 比如说 现在是那里 那里一捞它是那里 那里手里一装出去 装着哪里 进去 装进去 怎么呢 本来像海的那里 那里面的通了 通了一下 李勇给警方演示了自己抢劫杀害李霞的经过 李勇说 案发当天 22点左右 他在这条巷子口 遇到了前来接孩子的李霞 他就从背后冲上去 抢劫李霞的背包 结果遭到李霞的反抗 他就从后面给了李霞一刀 李霞倒地后 他扯下背包逃走了 没有想到 他就很轻易的 他就交代了这个事情 自己就承认了 一件毫无头绪的案件通过排查几天就侦破了 这让参战的侦察员有点反应不过来 他们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为此 侦察员静下心来查了一下 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 对他进行那个相关的细节 比如说你是怎么把这个人杀害的 然后捅到他身上 没几个地方 在这些细节上面 包括你抢了受害人什么样一个包 这些细节的描述上面 他都是说得模拟两可 李勇刚才介绍说 当时他是为随受害人从背后上前去讲包 然后从背后刺中李霞的颈部的 但法医的鉴定结果显示 受害人李霞颈部的刀伤 并不是从背后刺中的 我们法医的那个分析应该是面对面所造成的 那不可能是背对的 不仅如此 侦察员在调看案发现场附近一个网吧的监控时 发现案发当晚 李勇一直在上网 18点25分 李勇进入了这家网吧 穿黄色衣服的小伙子就是李勇 20点06分 他曾出去过一次 可一分钟后就回来了 此后李勇一直到晚上22点06分才再次起身离开 鸿安警方接到下晚自习学生小矿的报案 是当晚21点57分 根据现场血迹法医推断 李霞的死亡时间应该在21点50分左右 而网吧监控录像显示 案发时李勇一直在网吧里上网并没有离开 他不可能是作案者 明明不是行凶者 李勇为什么会说自己杀人呢 李勇说主动承认自己是凶手 主要原因是因为紧张 意识慌乱才瞎说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凌晨2点钟 我们一个审讯专班的那个侦察员给我打电话 他说彻底把他拍死了 当时我一听 就像人就像掉到冰窟了 李勇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 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 五岁的孩子一直是他一个人在带 李勇的哥哥和嫂子也在外打工 年迈的老父母也一直是他在照顾 李勇的突然离去 五岁的儿子没有了妈妈的呵护 年迈的父母没有了女儿的照料 对这个家来说是致命的 老父母整日以泪洗面 五岁的儿子还不知道妈妈已经离开 每天向人打听妈妈什么时间回来 没有找到明确的线索 通过现场来锁定嫌疑人身份 难度很大 为此侦察员们换了一个侦察方向 他们对当地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案件 进行了梳理 结果他们发现在2013年的10月份 有一起针对单身女性的抢劫案 而那起案件当中的女当事人 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就在李侠遇害前的两个多月 2013年10月24日晚上22点左右 当地的一幢楼房门口同样发生过一起持刀抢劫单身女性的案件 这是警方勘察现场时所拍的相片 女受害人的家就在这幢楼上 楼下地面上有几张银行卡 这是女受害人的 当晚 就在这几张银行卡散落的地方 一名男子从背后持刀捅了女受害人一刀 然后将女受害人的手提包抢走了 针对对象都是夜归的单身女性 案发地点都是在家门口 作案手法都是背后持刀抢劫 侦察员分析 这两起案件很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去年那起案件 女受害人只是受了一些外伤 没有遇害 虽然没有看清抢劫者的长相 但他注意到 抢劫者是骑着一辆白色的摩托车离开的 在这起抢劫案发生后 鸿安警方曾围绕白色摩托车 进行过大量排查 可由于白色摩托车在鸿安当地数量众多 排查并没有什么结果 短短两个多月内 连续发生两起持刀抢劫案 导致一死一伤 并且可能是同一人所为 这让鸿安警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可两起案件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线索 这让侦察员心急如焚 2014年的春节到来了 此时李李霞死亡已经过去了18天 可案件仍然还是没有什么迅速 2014年春节对鸿安警公安局的侦察员来说 显得格外漫长和难熬 他们期望即将到来的春天 能够给案件侦破带来生机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生机还没有等到 又一起案件发生了 这起案子是2月22日晚上22点左右发生的 案发地点是一个停车场 当晚一名周姓女子开车回家 刚将车子在车库停好 就发现不远处有一个陌生男人向他张望 我下车就看到一个陌生的男孩 就走进来了 看了半天他也看着我 我以为是我弟弟 周姓女子叫了那名男子一声 对方没有答应 周女士觉得可能是认错人了 就到后备箱去取拿东西 这时那名陌生的男子 开始向他走了过来 当我换了一只鞋的时候 把后备箱关了 然后那个人就走向我 我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他就拿着刀对着我 一看到刀 周女士马上反应了过来 立刻向小区大门口跑去 可是最终还是被那个人追上了 周女士被他推倒在地 但是他反手将行凶者的刀给打掉了 这时嫌疑人开始用拳头狠狠地打他 他就 他就问我是不是想死 还打我后老勺 打着我 我感觉人叫清醒了那么多 我就 我就想着不能让他把我打晕了 我就把包包给他了 又是一起深夜持刀抢劫 单身女性案件 案发后 警察在现场找到了那把 嫌疑人掉在地上的刀 这把刀和一个多月前 李霞那起案件中的凶器 外观几乎一模一样 另去小区门口的保安说 周姓女子被抢的这起案件中的嫌疑人 在逃跑之所骑的是一辆白色的摩托车 这和去年10月24日那起结案的嫌疑人 所使用的交通工具颜色一致 这三起案件可以避难 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作案的 一辆白色摩托车频繁跟踪 也是走在这个绕了一大圈的这个路向 一男子的照片被拍到 怎么不会这么强的又是个白摩托车 临陷的一名男子被警方抓获 父亲 丈夫 赌徒 他毁了几家人的幸福 当这里面还可以看不清楚 穿透黑夜的眼睛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2013年10月24日 2014年1月12日 2014年2月22日 半年之内 鸿安县城连续发生三起 深夜持刀抢劫单身女性的案件 这样的案发频率 一方面给侦察员们的侦破工作带来了压力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嫌疑人作案时的猖狂 而这份猖狂就让他开始得意了 他就开始露出破绽了 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 第三起周姓女子被抢劫的现场 位于鸿安县城中心 县城中心布满了监控探头 通过对监控探头的排查 侦察员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 案发当晚的21点59分 周姓女子开车回到了家门口的一条马路 就在他车子后面一百多米远 侦察员发现了一名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 受害人走的一个路线是比较绕的 那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 刚好也一直在他的车子后面 也是走的这个绕了一大圈的这个路线 通过对监控探头的排查 侦察员发现 在之前的21点57分 当周女士的车子路过一个街口时 那名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就跟在了他后面 时间再往前推21点51分 这名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就在周姓女子的车后了 那么这个骑白色摩托车的视频上面的 这个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 应该就是嫌疑人 通过对这个骑白色摩托车男子运动轨迹的排查 在一个治安甲口侦察员找到了嫌疑人的一张清晰照片 这是一名年轻人 年龄并不大 上身穿着一件夹克 夹克的左手臂处还有一个方形的图案 掌握了嫌疑人的相貌 可如何得知他的身份呢 从去年10月份到今年2月份不到半年时间内 在鸿安县城连续作案三起 并且一直是骑着摩托车 侦察员分析 这名作案者是鸿安本地人或者周边县市的可能性大 为此 鸿安警方将嫌疑人的照片发送到了全局几百名民警的手上 一张追捕大网 悄然张开 郭东辉是鸿安县公安局金沙派出所的所长 2月24日晚上7点多钟 在街面上巡逻的郭东辉 在一家手机专卖店门口 看到了一名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 我开车呢 到那个万茂的时候呢 他们驾着白摩托车 我当时就一想就说 怎么不会这么巧的又是个白摩托车 看一下 对白色摩托车高度敏感的郭东辉 通过仔细观察 发现那个骑白色摩托车男子和嫌疑人有些相像 他和几名同事悄悄地将这名骑白色摩托车的男子 围了起来 并将他控制住了 被控制住的这个男子名叫刘贤心 今年25岁 他说他是刚到鸿安找朋友玩的 压根不是什么抢劫者 难道是抓错人了 但这个疑问很快就被推翻 侦察员先是从刘贤星骑的这辆白色摩托车的后备箱里 发现了一件夹克 这件夹克的左臂处有一个方形的图案 这和监控里嫌疑人所穿的衣服一致 很快技术人员从刘贤星的摩托车后备箱的物件中 检测到了死者李霞的DNA信息 众多证据表明刘贤星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在证据面前 刘贤星最终不得不承认 自己就是连续三起抢劫案的嫌疑人 刘贤星的家在麻城的乡下并不富裕 前年年底他爱上了网上赌博 不仅很快就将他多年打工的钱全部输掉了 还向人借了几万块钱 到了去年春节前 逼债的人不停地上门 逼得他走投无路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刘贤星将抢劫的对象 盯在了那些深夜归家的单身女性身上 为了逃避打击 他将作案地点选择在了 离老家四五十公里远的鸿安县城 2013年10月24日 他实施了第一次持刀抢劫 这次抢劫刘贤星一共抢了两万多元钱 得手后他先是还了几千元的欠债 剩下的钱就继续拿到网上去赌博 没多久抢来的钱就用完了 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抢劫 这一次女受害人是33岁的李霞 据刘贤星讲 当晚他从背后抢劫李霞的背包时 李霞死命不放 没办法他用刀刺中了李霞的颈部 才将背包抢走 没想到被刺中的李霞 李霞并没有立即倒地 而是带商追了过来 一直追了29米才倒下 鲜血也撒了29米 刘贤星抢得了两千多块钱 可两千多块钱很快就花光了 2月22日 刘贤星第三次出手了 这次他盯上了开车的周姓女子 并在停车场抢走了周姓女子的四千多元钱 赌博让刘贤星走上了犯罪道路 导致年仅33岁的李霞失去了生命 也给李霞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 目前刘贤星因为涉嫌抢劫杀人罪 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王老师 你好 刘贤星作案三起 针对的都是单身夜归的女性 而且还是在这些女性将要进家门的那一个瞬间 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呢 一个人他对环境越熟悉的时候 他的警惕性越低 到了家门口谁也没有警惕性了 因为再有三步五步就上楼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喘气 掏头掏钥匙 快到家了 倒钥匙 这个时候正好下手 那对于单身女性 回夜班或者是夜间回家的这单身女性来说 他们得怎么防范 因为你不能让大家都晚上都不出门啊 这个案件它是频发了三次 是吧 但是不是说所有女性回家都是有危险的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提心吊胆的 就快到家门的时候 比如说隔着20米左右 也就是你想掏钥匙的时候 你回头看一看 平时咱们女孩子走路是90度怎么走 我们不防30度走 稍微拧一点 也就是留点余光 经常的往后看一看 比如说我停好车了 我先看看再下车 不如说一停车 我就马上就下车 如果要是两口子 丈夫和爱人一块下车的话 丈夫不要先走 比如丈夫说我先回家了 或者我先上哪了 别两个人一块接班而走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那么一旦突然出现暴力抢劫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说作为单身女孩子 你的防范 这个时候你要反抗的能力 绝对是已经不够了 那么一定要牢记一句话 就是声明第一财产第二 据刘贤星交代 他每次作案之前都会事先选择好目标 他一般会选择穿着时尚 而且开好车的女性 他就会一路跟踪着这名女性 等他快到家门口的时候 他在下手 我们也想为那些单身夜归的女性 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您的穿着不要太张扬 让人觉得你可能会很有钱 第二在您的双脚还没有进入家门之前 就不要放松警惕 要小心身后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感谢王老师参与我们眼眸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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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